散了墨水是怎么样 如果先测试的话 就我们先外接 因为你倒进去之后 到时候洗很麻烦 还要洗就洗很麻烦 然后这边测试 我们有时候测的墨水比较多 然后就不会倒进去 因为倒进去 我们还要洗很麻烦 甚至于我再灵活一点 我哪怕没有这个东西 我有瓶子 不也可以用的 直接插瓶子里面什么的 对 有瓶子 对 有瓶子 能看到里面有多少墨水 这个意思吗 不是 它前面这里有几个灯 它会对应墨水 就比如你这里面 也有一个控制的 有一个浮纸在里面 就像这个浮纸 这浮纸 它会比如你墨水满了 它会浮起来 它就不会报警 因为你夜位低于 它就会报警 报警就会散灯 就提醒你要缺墨了 对 就提醒你缺墨了 然后前面那里有显示 哪个地方显示 在这里 到处还没贴标 到处会贴标 贴是对应哪个嘛 是显示哪个 就比如你这个像这个K 每样色 它就会对应灯在那里 在那里散 所以它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这种它本身出产是都是一瓶一瓶在给你的 嗯 一般都是叫装在盒子里面 因为我们测试就不装盒里面不洗 硬拔很难拔就加坏是吧 它广用用小广 对啊 这个就抽墨上去了盒子里面 就是到时候它要装机的时候才会装墨水 因为你这里还会运输嘛 如果你做到了墨水进去 到时候会放出来 对啊 很难保证你这机器 对啊 它摇来摇去 有时候可能会 会什么 这从上面这里露出来也有可能的 这个出产的已经是配置好的嘛 对啊 出产就这样子配置好了 插管啊 它这个插小 应该插这个大管 这大管就可以拔出来 这可以中立拔出来 那个小管不行 一般正常就这样子 这样子擦好 直接倒墨水进去 就是 你再给我倒两屋里面 还有一个 这个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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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倒水